其实猪肚要是做好了,家里人都爱吃 咱们先把猪肚外面的油剪掉 再翻过来,加一勺豆油 因为豆油和猪肚的粘液一结合,会产生污里反应 所以洗的会更干净一些 搓两分钟,用清水把里外洗净 然后我们把猪肚冷水下锅 加大块葱姜,再来点白酒 烧开以后把猪肚捞出来 看到这个白色的了吗? 咱们把它刮掉,熟透了就不好刮了 处理好以后,再放入锅里,烧开 调小火,后盖煮45分钟 用筷子一扎就透,就熟了 捞出来晾一下,不烫熟了 咱们把猪肚片成片 锅中油热,下入葱姜蒜爆香 下入切熬的猪肚 用蒸火炒一分钟左右 炒出猪肚的水汽 然后加入酱油 象征性的扒了七八下 然后加入两勺煮猪肚的老汤 加入盐,味精,胡椒粉,花椒面调味 加点老抽调散 用中火烧两分钟入味 然后加入红绿尖椒配料 尖椒熟透了 咱们再淋点水淀粉勾薄芡 最后再来点蒜末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溜肚片你就像我这样做,可好吃了 感谢您看完我的视频